加拿大科兴 贾斯廷·比伯这些日子麻烦缠身 几个礼拜之前 他在迈阿密酒后驾车被捕 爬上媒体头条 随即又传出他因为在多伦多出拳打出租车司机而被控罪 星期四 迈阿密海滩警方公布了比伯被收监时的一段视频 不知这位风靡全球的19岁歌星的粉丝们看到这段视频后 该做何感受 而这还不算是最大的麻烦 洛杉矶县警署已经向检察官提供证据 比伯可能因为朝邻居家丢鸡蛋而被以恶意破坏的重罪起诉 上个月 比伯因为朝邻居家扔鸡蛋 遭到邻居数千美元的索赔 警方介入之后开始调查 星期四 地区检察官办公室表示 他们已经受理了这一宗案件 比伯可能因此而受到迄今最严重的控罪 苏西·布尔沙姆冲爬了84层楼梯冲刺终点线的那一刻 他知道自己已经创下了新的记录 这位澳大利亚爬楼梯大赛女节 已经蝉联五届年度帝国大厦爬楼梯大赛的女子组后官 今年男足组头筹被挪威的卢德·维格森夺得 他的成绩是10分06秒 他说这个爬楼梯赛最艰难的部分是在起点 一定要尽量跑在前边 而且楼梯间里空气非常干燥 所以身上会感到粘粘的很难受 今年有大约500人登记参加爬帝国大厦楼梯赛 参赛者从大厦大堂起跑 爬过1576级台阶之后到86层的终点 星期四 美国政府将在二战期间被纳粹劫掠的一幅画作 归还给波兰政府 这幅18世纪德国画家约翰·康拉德·西卡兹的画作 是数万件二战期间被纳粹劫掠 或者失踪的波兰艺术品之一 该画是华沙艺术学校在1879年捐赠给波兰国家博物馆的 目前估值大约4万美元 星期四晚间 美国脱口秀名嘴杰伊·莱诺 在他的告别秀中动情的说了再见 当晚节目群星会碎 领前者是影星比利·克里斯托 别称大下巴的莱诺 今年63岁 他将主持了20余载的全国广播公司的 名牌脱口秀 今晚秀的主持棒 交给了吉米法轮 满头银发的莱诺在告别秀结束前 动情的说 这是我一生中最辉煌的22年 他用手抚着脸颊 眼中充盈着泪光 他们在做的声音 他们在做的声音 你们有什么 什么你会有 你呢 第一次 好